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军的时间是这个月12日 到香港跟我们敬老和尚会合 一起到越南访问 16号再回到香港 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应该是在越南 因为最近我们脑上感冒了 咳嗽咳得很厉害 年纪也大了 91岁了 身体气也很虚弱 不如以前 所以这个时间就延期了 延期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就 机票改为明天到香港去 今天下午啊 利用这个时间啊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过去台中联社 血如老人啊 给联友开释的 这个佛妻开释的 这些 念佛 拜业往生的意义 这个也资料印出来啊 给大家 那么这个资料啊 最近我在新加坡 中国马来西亚 在大陆 福州啊 有一些 我们念佛道场啊 我也印很多 跟我们同修一起来分享 请大家看这个啊 请大家看这个啊 看这个 这个第二次开释 那么我把这个文念一念 那么那是 以前的啊 在台中联社啊 他们佛妻 诸位老师 诸位同修 今日已是佛妻第六天 那跟我们今天一样 我们今天也是第六天啊 请大家在精进 白日听讲解 晚上加紧用功 那一般佛妻啊 都是念到晚上 九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为了配合大家 这个家庭的需要 所以到五点 那如果比较 一般的佛妻 都是到晚上 那么晚上啊 可能有很多人 不能来 佛妻未求一心 讲开释 一律 既不讲经 亦不说法 但看道场中 有修行不如法处 为对治毛病 应激而说 火指 约打岔 真正的佛妻啊 是不讲开释 也不讲经的 因为打佛妻 主要就是念佛 主要是念佛 那么 依照慣例啊 是不讲开释 那么也不讲经 此次特别啊 改变多年的方式 应表讲解 以后亦不如此 那么这一次的开释啊 写如老人啊 讲比较特别啊 不但讲开释啊 还应表解 那应表解啊 就跟讲经一样啊 就跟讲经一样啊 以后亦不如此 以后啊 也就不这样做了 我们看下面啊 万修万人去 代业往生一心不乱 此三条件 一般人罪欲错觉 过去对此 只列为解释三五计 真正用功求一心折 应该确实了解 那么这个三句话呢 我们静宗同修常常听到 听过 我们静老和尚啊 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 净土法门是万修万人去 一贯的人修啊 一贯的人去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 代业往生 这个法门啊 可以代业往生 其他的法门不行 这个法门啊 主要修行的目标是一心不乱 打活去的目的啊 就是要达到一心不乱 这三个条件啊 我们一般人很容易错觉 那写入老人也讲啊 过去啊 对这三个条件啊 也是大列了 解释三五计划 不详细 那么真正我们要用功求一心的人啊 那应该确实了解 这是有必要的 那我们想要啊 念佛达到一心不乱 那确实了解这三个条件的意义啊 是需要的 台中学佛二十五年 今已懈怠 所谓头一年佛在眼前 第二年佛在习天 第三年佛化为云烟 佛今一云初发心菩萨极为等觉 习数年退转 故发心修则多成就则少 非佛法不灵乃大家不信 不能坚持到底 只要坚持去做 任何一句佛法皆能成功 无需三畅 以众生无量 心思无量 故有三畅经典 未对众生根基而说 那么这个修行容易退转 这个也是很平常的现象 因此才要提倡共修 一个人修啊 的确啊 要精进用功啊 的确是少数 多数人啊 会懈怠 会退转 所以才要提倡共修 那么因为退转 所以发心的人很多 成就的人很少 原因就是懈怠 退转 不能坚持到底 那么如果能坚持去做 的确啊 佛法呢 一两句 就能成功 就能成佛 一句阿弥陀佛就能成佛了 实在讲啊 也不需要 三畅的经典 通通去学啊 这个三畅经典里面 任何一句 你坚持去做 做到底 他一定会成功的 那么三畅啊 为什么经讲那么多 因为众生啊 心思无量 所以佛应激说法 才说了那么多经 应激说法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昨日以说假象万修万能去 那么这个是当时啊 佛期第五天 写如老人啊 也解释万修万能去的意思 亲说已向待业往生 那么佛期第六天啊 就是讲待业往生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凡修净土者皆会说此句 修他法门必须断奸师佛 方了生死除三界 然大多不懂 然大多不懂见师佛为何 故成知者嫌疑 那么修净土 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这个法门是可以代业往生 大家都会说这句话 修其他的法门啊 他必须把见师佛断得干干净净 那么才能超越六道生死轮回 出三界 这是起码的 正阿罗汉果 但是一般人啊 但是一般人啊 对于见师佛是什么东西 不懂 不知道 不知道呢 你怎么去断呢 所以修一般法门成就的人也很少 那么另一个说法呢 叫夜尽晴空 晴空乃晴世完全变成智慧 透出本性 夜尽晴空最低限度 是正阿罗汉果 今日做到则几人 那的确啊 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 学佛的人 在家出家呢 修行啊 那有几个人正阿罗汉啊 不要说正阿罗汉啊 这个出国也没有啊 所以这个 先给我们说明啊 夜尽晴空啊 就是见师佛断尽啊 那起码就是正阿罗汉嘛 我们再看 以 待业往生 是只修净徒者而言 其他法门待业 绝对不能解脱 不能了生事 然一般修净宗者 往往误解为 带着罪业即可往生 即可成就 如是说则 十之八九 故不会成功 那么这段话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这一生啊 要真正想往生到极的世界 那么这个我们必须 要认识清楚 什么是待业往生 修其他法门 没有待业的 业啊 见师佛 一丝一毫 霉断干净 就不能了生事 不能除三戒六道 那么一般修净宗啊 知道啊 可以待业往生 那么往往误会了 以为啊 我们一边造罪业 那还是可以往生的 所以我们也就放心造罪业了 因为可以待业往生嘛 没关系 那五逆十二都能往生啊 我还没有那么坏嘛 那这样啊 可能就 会障碍啊 我们这一生往生了 所以写入老人的慈悲 特别啊 来说明 什么叫待业往生 如果没有搞清楚啊 真的啊 十个有八个九个啊 误会这个意思 那这一生 去不了极乐世界 说台中二十五年中 同修已死二千余人 而往生有相当正燕子不过十人 何等可怜 台中连世啊 二十五年当中啊 同修死了两千多人 那么往生啊 有相当啊 有相当啊 那个明显的证据 内向的人啊 不过十个人 那这比例就很少了 两千多人啊 往生真正有内向啊 可以确定他往生极乐世界 十个 那这比例太少 再关到第二页 何谓待业往生 那么不能往生啊 写入老人也是看到啊 对这个待业往生啊 大家没有真正搞清楚 所以练佛练了一辈子 到最后还是不能往生 那非常可惜啊 所谓待业往生之真意如下 下面可能解释什么叫待业往生 一 业是束现二业 业是所造之罪业 应知任何人皆是生可意造十二业 非今生才造 自久远节来轮回六道 即造无量无边之罪业 今云若罪业有形 早满虚空 造罪虚于六道中还债 旧账未还又造新印 何能解脱 故千万人中无一解脱者 到这里是一段 那么这一段呢 给我们解释什么叫业 这个待业往生业这个字 就是指我们所造的罪业 那么我们任何人啊 都是生可意三业 造十二业 造十二业 那么我们无量节来啊 在六道轮回啊 那这个罪业啊 造的太多了 这个地藏经佛也给我们讲啊 言无提众生起心动念 无不是业无不是罪 那个起心动念都是罪都是业啦 那我们一天到晚啊 起心动念 那真的啊 这个罪业如果有形象啊 近虚空骗法界啊 容纳不下 那我们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啊 我们不知道啊 自己造这么多的罪业 不知道啊 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讲这双事情 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 那么旧业还没有还清 这个造业就要还债了 缘年相报了 旧的还没有 那么烦又造新的业了 那这样啊 怎么能解脱呢 所以千万人当中啊 很难得啊 有一个修行啊 能得到解脱的 或于呢 念一身佛消八十亿举生死重罪 一般以为念佛极能消悦不错 然道高一尺谋高一丈 谋之力大 是谋之士多 众生自久远节来 所造皆是谋业 现仅念三十五年之佛如何能消 那么经典讲 念一身 南无阿弥陀佛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那是不是这样啊 的一切是怎样 但我们念这么多了啊 好像没什么感觉我们有消业障 不是没有消了 都有 你念一句就消八十亿劫 但是我们造的实在是太多了 无量无边了 那么念个三五年了 那怎么能完全消得掉呢 那何况啊我们念佛的时间啊少 起心动念啊造业的时间多 实在讲啊也不成比例 不是没有消 那我们那个磨叶啊太多太大了 力量太大了 那无事解来已经习惯了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清楚 念佛可消夜啊如佛化水 欲如桌大之冰 然以箱头之佛 佛少冰多焉能发之 这是比喻啊好像一个桌面那么大的冰块 那么我们点向那个火柴 一点点要把它融化 那怎么融得掉 这是形容啊我们念佛很少 那么这个那个业力啊很强大 妄念很多 就抵不过 故初修行者实觉魔力大佛力不灵 因之退转之多 然不修行道一分一五 五等有一分一寸之道 已不错意 那么我们初修行的人 这个初修行啊 就是我们工夫还不得力的啦 工夫还不得力 那么我们会常常觉得啊 哎呀这个魔的力量很大 佛的力量啊不灵 我们练了这么久啊还没看到佛啊 那么因为这样啊 退转的人他就很多了 有的甚至啊改信其他宗教去啦 所以练了练这么久也不灵 也没看到佛来啊 他就不念啦 那么这个问题啊主要是我们 业障还没有消除 我们还没有突破 念到一心 念到一心啊我们就感应了 那么如果不修行啊 那道一分也没有 就说那你不念 那道一分也没有 那我们工夫还不得力啊 我们还咬着牙根在念 在念在念在念 那还是有道啊 大家来这里打火气啊 不管念得怎么样啊 念得阴头转向的 那还是有道 有在念啊 有念比没念更好啦 就是我们有念啊 比没有念啊 总是啊要好 总是在累积 所以要一门深入常识行修 要有耐心啊 那么我们有一寸一分的道 那已经不错了 比一般人要强了 这个第一段啊给我们解释啊 那夜是束现二夜 什么叫待夜 夜就是我们过去生 现在生 生口夜所造的二夜 十二夜 二 普通断尽解脱 这讲普通法门啊 要断尽见尸后才得解脱 除佛法外 无有办法能出轮回 他教皆以上帝为至高无上 但上帝游在六道轮回中 佛家旨在出轮回 如何出之需夜尽晴空 多结以现夜需一粒小尽 那么 真正啊 讲真话 这个世间啊 除了佛法以外 没有 其他没有办法能够处理轮回的 如果其他宗教啊 有办法处理轮回 那佛不必要事件到人间来 人家都能解决的问题 那你来这里 就不必要了 就是看到啊 当时印度啊 很多宗教啊 解决不了 包括现在全世界的宗教 也解决不了生死问题 他教啊 其他的宗教啊 都是以上帝为至高无上 上帝还在六道当中啊 也没出轮回啊 所以佛家修行啊 他主要的宗旨目的在 出离生死轮回 生死轮回非常之苦 没完没了 那么如何出呢 必须啊 你修行啊 修到夜尽晴空 断剑施奉 多结以现夜 过去无量节造的夜 跟现在这一身造的夜 一律消尽 那才能解脱 死身消不尽 千身万身消之 曾阿罗汉上须人间天上 七番生死 才断剑施或 了生死 难 由未断成杀或 可见断货之难 那么 这身消不尽 那来生再消 来生消不尽 后生再消 生生世世啊 那消夜障 那消道呢 曾阿罗汉 这里讲啊 曾阿罗汉 上须人间天上 七番生死 这个不是讲四国罗汉 罗汉啊 一般啊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都叫罗汉 出国 罗汉 二国罗汉 三国罗汉 四国罗汉 这里讲七番生死啊 就指出国罗汉 要正到四国罗汉 才了生死 那正到出国的罗汉啊 那还要七 天上人间七次往返 七次的生死 才脱离六道 可见啊 断负 它很难 譬如负有万品 虽断九千 九百九十九品 还有一品未断 意不解脱 有一丝毫没断干净 就出不去 学人学佛五十一年 一品负尚未断 怎么办 那这是写如老人啊 这个 他 讲他自己啊 学佛五十几年啊 那一品负也没断 那怎么办呢 一品没断干净都出不去 那一品都没断 那怎么能出得去呢 那太难了 那我们再看第三段 三 代业是浮不起 学人修行讲经五十年 其有名师数位 对学礼劣之一二 但一品负一未断 诸位修行日前 负为何物尚且不知 只能断负 如磨刀不是刀 如何磨之 那么学路老人啊 讲他自己啊 修行啊 讲经也五十年了 而且他还有好几个名师啊 对这个学礼啊 也劣之一二 对这个学佛的道理啊 也知道 而且有名师指点 这个一般人都不容易遇到 现在学佛啊 遇到真正善知识的啊 真的很少 有的人 大多数人啊 遇到不是真正善知识 他不认识 那么 有的人遇到真正善知识啊 他跟善知识没言 他也不会听他的 也不能接受 也不能接受 这个很难啊 那么这个是讲一道三知识啊 又学佛五十年 讲经五十年啊 对学礼啊方法这些也修过 也都懂得了 你看啊 一品佛都还不能断 那何况其他的呢 其他就更不用谈了 那见识佛是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 那你怎么断 好像磨刀不是刀 要磨一把刀子 不知道哪一把刀子 那怎么去磨啊 这是笔 我们再看下面 佛五等未能断佛 只不得解脱 故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 说出净土法门 经众生念阿弥陀佛 不必断佛 只需福佛 即能解脱 那么佛我们断不了 断不了就不能解脱 因为这个缘故啊 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啊 给我们说出净土法门啊 令众生念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啊 念阿弥陀佛 不必要断佛 但是啊 只需福佛 那下面这一句要看清楚 不用断 但要福 福住 控制住 我们这样就能解脱了 我们修净土法门啊 福佛就及格了 就及格了 那其他法门要断佛才及格 我们福佛就及格了 下面讲啊 断佛与福佛差别何在 这个断佛跟福佛差别在哪里呢 断佛如杯盖内 以清净无染 盗不出沉沙 福佛如杯盖内有沉沙 以物盖之益盗不出 但沙能藏在内 那么这里用比喻啊 断佛跟福佛 断佛呢 好比这个杯子里面啊 装满了沙 但是呢 已经倒干净了 再倒也倒不出来了 没有了 这个叫断佛 那福佛呢 这个杯子里面沙还很多 满满的 但是啊 用这个盖子把它盖着 盖着呢 倒它也倒不出来 但是呢满满的 一粒也没少 这个叫福佛 这形容啊 我们烦恼一瓶没断 但是控制住了 它不会发作 把它控制住 用念佛啊 摄机佛号啊 把它压住了 不发作 控制住 这个叫福佛 那断佛是没有了 那断佛 那福佛容易啊 断佛难啊 所以 但沙能藏在内 这是讲福佛 用盖子盖着也倒不出来 夜静不入轮回 修静福佛 亦不入六道 难佛尚有 那么 修一般法门啊 修到夜静晴空 它就不入六道轮回 就解脱了 那么修净土的人啊 福佛也不入六道了 也脱离六道了 然佛尚有 但是那个佛还有 怎办 那怎么办呢 时时以六字鸿鸣压上 日久存熟 临命忠实 若起佛念 杂念福祝不起 即能待佛往生 身后再断 数日即成 此为福佛 那么我们现在佛还有 那怎么办呢 常常起贪嗔痴啊 那我们要提高警戒 我们有烦恼一起来啊 赶快用六字鸿鸣 或者四字鸿鸣也可以 赶快念佛把它压下去 压下去 那么这样你用功啊 一直压一直压 日久存熟啊 临命忠实若起佛念 杂念福祝不起 即能待佛往生 那临命忠最后那一口气啊 你其他的念头不冒出来了 被这个阿弥陀佛压住了 那临命忠最后一念啊 冒出来是阿弥陀佛 那一念啊 就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啦 阿弥陀佛就来接音了 就是要 就是要 临命忠那最后一念啊 就是阿弥陀佛那就去啦 我们平常念啊 也是为了临命忠那最后一念 你常常念俗 临命忠他才会 才有把握念佛啊 平常念不俗 临命忠没有把握会念佛啊 恐怕临命忠啊 那口气快要断的时候 想到孙子啦那就不行了 想到哎呀我银行还多少钱没处理 那一念起来那就去不了了 还有房子还有几间 儿孙还没有分好 现在还不能去 那那些念头一出来啊 就障碍我们往生了 那么到时候啊 阎罗王他是不管我们有没有处理好 时间到啊 俗话讲啊 这个这个 阎网注定三根死啊 不敢留人到五根啊 所以最后一念 就是要念佛 那平常要把他扶住 让这个临终啊 这一念起来佛念 杂念佛注不起 即能带佛往生 身后再断 数日几成此为佛佛 身到极乐世界呢 到阿弥陀那边再去断佛 那边断就容易了 几天就断断干净了 那这个叫佛佛 我们看第四 佛服务心佛道交 佛只要押注不再造业 则能与佛改令道交 此为代业往生之真意 皆非一边念佛一边造罪即可往生 这句重要 我们这个佛啊 只要把他押注了 贪嗔痴啊 押注了 不再造业 那么我们现在的心就马上 跟佛改令道交 如果大家练佛 练有短暂性的佛佛 那个短暂的会有改令 这个可能老同修都有经验 那么如果你时间能够保持下去 那就共乎成偏了 那么这样啊 才是代业往生真正的意义 绝对不是说一边念佛一边造罪业 一边念佛一边起贪嗔痴慢 那这样啊也可以往生 这个就错误了 这个就错了 错误这个代业往生的真实意义 一定要福福才能代业 我们看丙一心不乱 这个是给我们解释一心不乱 此为得功夫之证明 金略是之 一 得一心是定成就 得一心是定成就即得大定 那么 得到一心啊就是你心有定了 那么这个定的功夫浅身也不同 所以我们得到一心不乱 就是定成就了 即得大定 我们念佛是大定 另言大定 二 定须次第进修 定非一修其成 须一步步往前进 如诸头水 层层层层底 那么这个定也是要一步一步来修 也没有办法马上一修就成功了 也是要时间了 好像啊 朱头入佐水 这个三十七念中文古诗也 我们常常听这个开始 清朱头于佐水 佐水不得不清 此朱入水 入水一寸 折一寸之佐水即便清解 那么这一缸的佐水啊 那个朱沉下去 它也是要个时间啊 慢慢沉下去 沉一寸 一寸干净 沉两寸两寸干净 慢慢沉沉 沉到缸底 那整缸的时候也就清清了 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 一个次第 我们修定啊 修一寸也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常常来共修念佛 就是需要时间啊 渐进 才能得定 要时间要长 要有耐心 不要乱跑 不要跑道场 有的人啊 哎呀什么道场都去 禅 禅宗 密宗 大城小城 哪个道场啊 哇它熟得很啊 跑来跑去啊实在讲 心跑乱 功夫啊不得力 那么三 尘虚渐渐延尘 成功虚渐渐才能圆满 平日在家虚恋一心 来此才能得心 否则三百余日皆乱心 到此短短七日能一心夫 此非侥幸 得一心以否 虚智问之不虚问人 那么我们打佛七啊 也是平常要练 在家里啊天天要练 天天啊要练 等一下呢 我们这份讲完啊 这一份啊 念一百零八句的 我们在家忙啊 可以用一百零八句的 这样来练 那么你来平常在家里啊 天天在练 那么再来打个佛七 就能很容易得到一心 如果平常在家里都不练啊 那么一年来打一次佛七 那这样啊要得一心啊 也很难 那么有没有得一心啊 还不用问别人 自己最清楚 自己最清楚 四 成者而恶念不起 那什么叫一心啊 你念成功了 你心那个贪嗔痴啊 杀到淫啊 都不会起来了 那些念头不会起来了 当之恶起便是磨 什么叫磨呢 我们心里起了恶念啊 贪嗔痴慢 杀到淫妄这些念头起来了 那个就是磨 磨不是外面 我们自己内心啊 烦恼磨 外面是天磨 这里讲的是我们自己 心里的烦恼磨 那害我们是自己的烦恼磨 不是外面的 那你里面没有磨 外面啊它就不起作用 我们内心有磨 外面的磨在勾引 里外相应它采取作用 所以得到一心啊 就是你恶念不会起来了 如果你还会发脾气啊 还没有得到一心 那你用这样贪嗔痴 你用这样来勘炼 我们练佛功夫就很清楚 那我们现在练了就 这个贪嗔痴啊 幅度比较轻 那就有进步了 以前 一个脾气起来啊 不得了啊 那现在比较降温 降温就有进步了 慢慢的减少 减少到 不会起来了 以前看不顺眼了 现在也都可以了 这个孔老夫子讲啊 五十知天命 六十耳顺 六十啊 什么叫耳顺呢 耳朵都顺啊 什么话都可以了 他也不会放在心上了 顺境逆境他都 心都平等了 那么念佛我们念到这样 也就福佛了 也就福佛 五等心虽动恶 能扶持不发作即可成功 我们虽然啊 会动恶念 叫我们不动恶念 不动妄念 那不可能 我们凡乎哪有可能不动念的 一定会动念 但是呢不要动恶念 如果一动恶念 贪嗔痴这个念头要起来啊 赶快念佛把它扶住 这样就成功了 能够扶持不发作 让他不要发作 那我们就成功了 我们再翻到第四页 既曰 一念独心生 独者二念也 其二念便会造害人之事 若独心一生 者极压一生佛 苏与南无阿弥陀佛压住 此即时福佛 二言不出口 害人之法 口事业皆不出口 损人事莫作 反损人之事一开不作 咬住牙根 无论自己受何等苦 吃多少亏 手生不造恶 不造即福 久久承自然 如此其不难夫 开死虽难 久扯习惯成自然 往生可待业 将佛压住 又能念佛 即可待业往生 那么这里有一首句 一念独心声 独就是什么 三独烦恼 恶念 贪嗔痴慢 那么起恶念 就会去造害人的事情 如果这个独心一生 急压一生佛 不怕念起子 怕绝齿 我们凡夫都会起这个恶念 那起来不怕 怕我们觉悟太慢 我们要警觉 要提高警觉 这个心一起 马上 用一身佛 把他压下去 此即是福佛 你把他压下去 就是叫福佛了 看起来要弃起来 那么佛号压下去了 那就这个叫福 恶言不出口 那害人的话呢 这个口四种恶业都不出口 损人的事情不做 一开不做 去损人的事情都不做 咬住牙根 无论自己受什么样的苦 吃多少亏 要守身不造恶 就是守着 让这个身 口一三叶都不造恶业 不造恶业呢 给福就是福佛了 所以现在我们牢上提上这个 地址归感 宁偏十善列 这些善书 就是帮助我们福佛的 那么久久成自然 开始很难 久泽习惯成自然 开始万事起头难 刚开始压不住 但是咬尽牙根要这样修 这样往生就可以带业 将过福祝就可以带业 能够把福福住 能够把福福住 又能念佛 即可带业往生 世明福福法 其即是福福法 真实秘密绝 此即是真实秘密绝 若能一知奉行定能往生 这个就是福福的秘密绝窍 就是在这里 那么这样福福就可以往生了 诸位放下万年提起真念 一记弥陀一指念下去 写公恩师记曰 一念独心生极牙一生佛 二年不出口损人事莫作 久久成自然往生可带业 世明福福法 真实秘密绝 那么这两首记啊 我们是可以打字大一点 贴出来 贴在外面 我们打活去大家看看 提醒提醒 那走到这边来 再生气看一下 那可能刚开始还压不住 看了还是气 还是气就是 用功就在这里用 不能知道用什么功 这样用才会得利 你没有这样用功夫就不得利 那么他的结窍就在这里 那么这一份供养诸位 如果大家需要可以带回去 你常常看 如果你不带回去就放在我们道场 那下面我先来看 口念耳听百八不乱 说 既信圣言量 此彌陀名号 然知词之功 亦有浅身 披如今知学智 有小学 中学 大学 程度 各个不同 念佛 念佛第一层次 可念耳听 由此小学 其次心念心听 由此中学 最终神念神听 只犹如大学 然五等程度小学耳 能够口中念得清清楚楚 耳中听得清清楚楚 功夫纯熟处 一心只有佛 不为外境所乱 此即弥陀经上所说 一心不乱 无人且蒙心自问 谁念到一心不乱 那么这一段 是如老人给我们讲 这个口念耳听百八不乱 既信圣言量持弥陀名号 圣言量就是佛讲的话 经典上里面佛讲的 就叫圣言量 那我们大家都相信 那么相信佛在弥陀经讲的 支持阿弥陀佛名号 大家现在在打佛期 第一就是持弥陀名号 然直持之功有浅身 这个直持名号的功夫有浅有深 好像现在学校的次度 有小学中学大学 程度不同 那么念佛第一个层次就是口念耳听 就好比小学 就好比小学 那么其次就是心念心听 好像中学 最后面呢 神念神听好像大学 那我们现在的程度是小学 那么小学 那么小学 口念耳听就是口中念得清清楚楚 耳中听得清清楚楚 工夫纯熟处 一心只有佛 那不会被外面境界所扰乱 那么这个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 一心不乱 那么我们自己问一问 那谁念到一心不乱 至于念佛念到心念心听 是大色之菩萨所谓 都色六根经念相继之境界 无人更谈不上 那这个层次就比较高了 那么口念耳听都做不到 那这个层次高的那就更难了 更谈不上 而神念神听是十相念佛 跟禅宗禅禅一样 以致念而无念无念而念 照而常及及而常照 根本无人懂得 我们根本就不懂 这讲念佛三个层次 指寺名号有三个层次 我们现在的程度是 第一个层次 口念耳听 诸位且别小看这口念耳听 口中念清楚 耳中听清楚 便是正念昏明可得一心 诸位不妨从此处下手 练习一个月不断 就能得大利益 那么我们也不要小看 哎呀 口念耳听 我应该是神念神听的 我们念佛人也要务实 要务实 现在呢 我们也过去很多年前 也听到有人提倡十项念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还出了书 十项念佛 那就是讲神念神听 提倡的人他懂不懂我们不知道 那如果问我 那如果问我我是不懂 那别人我不知道 那我是不懂 所以我们就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去做 这样比较务实 那我们根本就不懂做不到的 那个就不务实记 那个也不叫老实念佛 老实人叫务实 所以写入老人讲这些话都是真话 真话 所以我们现在呢 也不要小看我这个口念耳听 这个大家都会啊 口中念得清楚 耳中听得清楚 你口中念清楚 耳中听清楚 这个时候啊 就是正念分明了 每一个字每一句 念得清楚 听得清楚 这个就是正念分明 我们执迷念佛就是这样念 那这样一直念下去呢 可得一心 会得到一心 要不间断的 不夹杂 不怀疑 这样一直念下去 就会得一心 诸会不妨从此处下手 练习一个月不断 就能得大理 念一个月 不要间断 就能得大理 如果照应光主持讲啊 十天就能得大理 如果照迷头卿讲啊 若一日到若七日 有的人一天就一心了 有的人两天三天 四天五天六天七天不等 最多七天 那这里讲一个月 就这样念 以上所说是念佛方法 那上面讲说 上面讲的就是念佛的方法 那个方法那很简单 就是这么念 那么我们现在念啊 好像效果没有那么好 主要是我们有间断 有夹杂 有怀疑 念个几句啊 哎呀 怎么还没看到佛来啊 又在打妄想啊 又不老实了 那海贤老上 锅肉酱为什么念得成功 他就是他没有别的 他就能老实念 他这两个出家人啊 都一个字都不认识的 那么我们这个法门啊 不认识字也没关系 你只要能老实念啊 你就这样念 现在要心开啦 那你什么都疼啦 那不能老实念那就不行 那就要听经文法了 不老实的多啦 老实的少 那么以上所说是练佛方法 至于数量多少 已经古得一句做参考 那么以上所说呢 是练佛的方法 那么这个要练多少呢 古大德啊有讲啊 一天练十万身佛号 我们在座啊 大家有没有一天练十万身佛号的经验 那么我们老上讲啊 这个黄练老啊 往生前啊 一天练十四万身 那我们练得很快很快 二十四小时啊 能不能练到这个数字 这个联词大师就有实验过 在竹窗水笔啊 联词大师啊 他有实验过啊 他听说古大德一天练十万身啊 他都二十小时啊 他说连吃饭上厕所 然后洗澡啊 都夹下去啊 他二十小时不断的练啊 他统计起来啊 没有达到十万 联词大师啊 我们敬忠八祖啊 我们中国佛教啊 敬忠八祖啊 不到十万 那十万都达不到啦 他都练很快啊 那超过十万 那不知道怎么练的啦 那么这里讲啊 念佛当然啊 你念越多越好 念越多越好 那么古大德啊 有一首句做参考 说念佛不必求多念 那这句啊 不要看到这句啊 那我就不要念太多了 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的 你要往下面看清楚再说啊 念佛不必求多念 但念百八心不乱 你要念一百零八句佛号啊 心不夹夹一个妄念 就不乱 就是这个念诸 一百零八颗的 其中若有一念差呢 掉转诸头皆不算 这个念诸啊 一百零八颗 这个借诸不算 那么 念去拿摩阿弥陀佛 在佗 或者阿弥陀佛 这个佗拨一个珠子 拿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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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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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当中啊 不能起夹杂一个妄念 如果你练到一半了 哎呀我叫瓦斯忘记关了 那就不行了 从头再来 念到一百零七句 哎呀我家门忘记锁了 不知道小偷会不会进去 就不行了 从头来 从头再念 念到一百零七句 一定要念到一百零八 那这个当中都不夹杂一个妄念 那这样啊 这个功课就算做完了 所以这个念珠一百零八颗啊 是做这个功夫用的 现在都是挂好看的啦 挂好看的啦 挂好看的啦 就没作用啊 就是要这样练啊 来练习自己啊 一百零八句佛号啊 不夹杂一个妄念 那就取作用了 你不要小看啦 只有一百零八句啊 一百零八句啊 你能这样练啊 再看下面这一段 说墨弦百八太少 一心念佛百八就等于 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声佛号 那不止十万声啦 你念这个一百零八句 不夹杂一个妄念 就等于你散乱心念了 三十六万亿 不是三十六亿喔 三十六万个亿 再加上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声佛号 你说差多少 所以要不要要求这个功夫 要啊 因为这个是讲实际效果 有口无心的一边打方箭一边练 当然啊 你要练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声啊 那等于 不夹杂一个妄念 练一百零八句 你要哪一个 当然你要练一百零八句咯 比较少啦 但是条件就是说 你这个 当中不准夹杂一个妄念 你练到一百零七 就起了一个妄念 那对不起 从头再来不算 你这样做早晚课做看看 你不要小看这一百零八句 我试过喔 会起妄念 所以我现在我有把握的是十句 英光大师的十念法 念十句 我念十句啊 一数到十啊 但是你那个一数到十 不要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不是这样啊 你这样就太呆板了 不是这样就夹杂了 阿弥陀佛你就末数啊 末计啊 一二三四 就你念几句佛号啊 你记得清楚 所以我们做三一七念 我都要用掐子算 我们六字二音 两句就是 一轮就是两句嘛 四字五音 一轮就是五句嘛 就这样算 那这样啊 我们三一七念 就百声佛号 这一百声啊 如果你不取个妄念 那就零啦 不要小看说 哎呀那不多 不多如果你能这样念 那就等于念了 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声啊 按请参阅龙书净土文 见识求词法门第六 这龙书净土文有记载 龙书净土文也是根据经典上讲的 但是 你一百零八句如果夹杂妄念啊 那不行 一定要求啊 不夹杂一个妄念 我之所说 依依于经典主师之语 那么邪路老人说 他讲啊 他说我所说的是 依照经典跟主师讲的 有根据的 不是他自己编的 诸位但勤练习 念佛一心去 净处光受无量 那这个我们要常常看 常常提起 我们大家呢 同修啊 共同勉励 希望大家呢 我们这一生啊 都去极乐世界 不要在这里搞六道轮回 不要在这里搞六道轮回 太苦啦 希望我们人人啊都去 所以这个一份东西啊 我建议大家是带回家来常常看啦 如果你不想带 当然也不勉强啊 就放在道场啊 就放在道场啊 来的时候啊 大家呢 有时间再来互相提醒啊 好 那么也是跟大家打仙叉 因为应该你们在念佛啊 这个来给你们打仙叉 本来我刚才听到大家念的都不错 我说啊 就让大家念就好了 我就不要来干扰大家了 那刚好也是因为没有去越南 所以这个时间啊 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我想也是有需要的 刚才这个庄园啊 他原来给我建议说 哎呀我们止静啊 讲了十五分钟 我说十五分钟太少了 最少要讲一个半小时嘛 所以这个一份东西大概一个半小时 这样啊 比较 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十五分钟 因为受时间限制啊 就不能讲太多 所以耽误大家念佛啊 请大家多包涵 那明天我要赶路啦 因为本来现在是在越南的 因为牢上叫我跟他去越南啊 因为他老人家身体感冒 那也感恩他老人家感冒 我才有这个时间啊 跟大家在一起啊 那我们还是我们练佛功德啊 我们也是回向给我们牢上啊 身体赶快恢复健康啊 那老人家多注视一天啊 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之福啊 好 那么下面啊 就回向回向啊 今天啊 时间也到了 就圆满了 祝大家呢 早得一心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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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